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台南势力新营南新国中美术艺术才能班今天,1日,起至6日在学校活动中心举办第33届美术班毕业展级班级联合美展,展出学生创作的水彩、水墨、书法、油画和塑描等160件作品,展现美术教育成果。 南新国中美术班成立33年,培育许多艺术人才,受到各方好评,学生不止数科表现杰出,学科成绩也不错。 英界毕业班导师林永中说,今年美术班毕业生30人,在各项美术比赛和参加日本儿童画展,美国圣和系画展有杰出表现,国中教育会考成绩公布后将有助于免试入学申请。 在12年国教多元升学的管道占有优势,校长蔡宗献说,今年南居高中美术班数科珍是有420多名考生,美术班准毕业生闫波荣总分940分。 估算是今年南居美术数科前三名,郭唐荣在书法和水墨的两科拿到满分,王洁珍和黄小芳在素描获满分,王军廷,闫波荣,沈玉荣和黄小芳在水彩获得满分。 表现杰出,美术班毕业展级班级联合美展,展现学生存在的生活中找寻创意,从本土精神中连接国际的创作。 家长会长王耀红称赞说,值得一看。